当初这个男人从天而降遍体鳞伤没有金丹 乱葬岗的怨气怨灵们都兴奋极了 多久了多久没有鲜活的血肉了 怨气们凭借着本能冲向这个如尸体一般的人 他们疯狂地撕扯着这个人的伤口 寻找着一切的可乘之机 低届的怨灵们早就一哄而上了 可惜这个人虽说是没有了金丹伤痕累累 但是之前也一定是一个灵力深厚高强之人 所以体内既是金丹已失 还是有纯净的灵气在流淌 就算不多 还是能叫乱葬岗的这些怨气滋养的怨灵们 退却三步 只有等 等怨气撕裂这个人 将他那稀薄但是却精纯的灵气给吞噬 我和其他一些强大的怨灵没有动 我们在四周看着 既是在观察也是在提防 观察何时是最佳的下手时机 提防别的怨灵扑咬 结果不用说 这个人落到了我的手里 我很吃惊 这个人现在已经是满身的怨气 身上的伤口早已经腐烂健骨 体内那稀薄的灵气也几乎已经消散了 这样正是我所要的 我的孩子在我灵产之际胎死腹中 我用怨气滋养已经千百年了 可是孩子还是未能脱体 还是未能成长 还是只凭着本能哭喊撕咬 血肉模糊的阴灵 我想要这个人体内那点灵气试试 也许灵气能让我的孩子成长 可是这个人 在这重伤失丹怨气满胜的情况下 这么多天了 他还活着 靠着那口气 他在我的地盘缓缓地爬动 饿了啃口树皮 咳了嚼两片树叶 每天爬不了几步 就会晕过去 醒来就继续 莫名我不想杀他了 但是我也帮不了他 我看着他在挣扎 看着低界怨灵在勾引他 可他不为所动 最后我和他做了笔交易 我助他控制怨气 他助我滋养孩儿 看着他用稀薄的灵力 包裹着心头血 滋养了我两个孩儿 看着孩儿们的变化 成为怨灵 我第一次感激上藏 我告诉他 我其实不会控制怨气 我只是想让我的孩子长大 他说他知道 他知道我在骗他 最后我助他调理怨气 虽说我控制不了 但是怨气怕我 毕竟我可以吸食怨气 他像运行灵气那样运行怨气 我只需要在他体内怨气过多的时候 帮他吸出就好 我告诉过他 他若修炼怨气 会被怨气毁掉心智 他说无妨 他能控制 就这样两个多月 他已经能控制怨气了 他问我可愿随他离开 帮他复仇 我答应了他 随他一起去杀了很多 穿太阳文衣袍的人 可是有一个人 他没容我直接杀死 他说那样太便宜他了 而且那人体内的灵气 只要我一次次慢慢地引入我腹中 我的孩子能更快地脱体 我知道那是他的仇人 但是为了我的孩儿 我按照他说的一点点虐杀了那个人 最后一次 他遇见了他的伙伴 再见到他时 他带领了一群老弱病残来到了乱藏岗 他说他要住下 他要占山为王 他将大量的怨气封进了雪池 将一个看起来已经死了的人 用正法悬在了雪池上 他带领着那些老弱病残建房开地 在乱藏岗设立阵法 怨灵们不喜欢这些人 怨气开始欲结 雪池的怨气也开始翻滚 他开始摆起阵法 逐个击破我们 一只我生前的金簪 助他说服了我 他帮我除尽了魂体的怨气 并教我如何修炼鬼道 从此 我成为了他手下的一名鬼秀 在怨气除尽的时候 我的孩子也离体了 他看见那两个娃娃很开心说 他们是靠我的心头血滋养的 是我的孩儿 必须由我取名字 我答应了 结果他给孩子取名开开心心 我 我后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不懂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